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因为西南风所带来的水气旺盛 再加上位于长江流域的这一波美与封面 现在移到了台湾的北部海面 所以这两个重要的大气条件 一个北部的封面 丰沛的雨 丰沛的水 而再加上西南风带来丰沛的水 所以台湾上空昨天跟今天就相当的不稳定 主要就是因为太平洋高压势力往东退了 可是明天太平洋高压势力又回来了 所以明天之后降雨的几率又会开始减少 所以这两天会有雨 请大家特别的注意 而且虽然因为降雨让极端温度比较不会出现 不会再出现什么38度这种这样子的高温 可是仍旧会有35 36度的高温 再配合着湿度非常的高 水气非常的重 那么没有下雨的时候 那就像蒸笼一样 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热烘 然后又有很多的水气 我们像不像蒸笼里头的小笼包呢 请大家注意防晒防中暑 多补充水分 各地的降雨几率其实都蛮高的 北部地区降雨几率百分之九十 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 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多云时云短暂震雨 那么南部地区其实现在在屏东 就陆陆续续的下了一些零星的小雨 这主要就是清晨的时候的西南风 跟这个海陆风交汇之后呢 所产生的微量降雨 好 所以这一个是天气上面要注意的 中南部地区是多云时云短暂震雨 而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主要就是午后的雷震雨 有的时候呢会出现短时的强降雨 甚至于到大雨或者是豪雨这样子的一个等级 因此呢固然要防晒防中暑都补充水分 但是呢午后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 如果雨是突然之间突如其来的很大的话呢 那就不如稍微的呆一下 只要不急呆一下 因为雨是有的时候呢 突如其来的强降雨 虽然不会维持很久的时间 那可是呢因为那个雨是会非常的强 你会那个视线上面会受到影响啊 那交通方面产生的冲击就相当的大 所以呢如果午后碰到这种即时强降雨的 这种这种豪雨的话呢 还是先停一回 所以在温度的部分呢 北部地区白天温度27到35度 中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28到34度 南部地区是26到33度 澎湖地区也是28到33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宜兰台东28度 台中26度 台南高雄澎湖29度 花莲27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是涨跌互建的 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77.91点 收盘指数是25734点 跌幅0.3% 纳斯达克仍旧气势旺盛 上涨了95.86点 收盘指数10154点 涨幅0.95% S&P指数上涨了15.57点 收盘指数是3115.86点 涨幅0.5% 费成半导体则下跌了29.46点 收盘指数是1966.98点 跌幅1.48%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油价 纽约油游汽货价格上涨了55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39.82美元 涨幅1.4% 北海布兰特原油上涨了76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42.03美元 涨幅1.84% 油价呢 有两个因素 一个呢 是根据报告显示 现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呢 他们遵守减产协议的比例大幅度的上升 所以呢 看起来这一次的减产协议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被有效执行的 而另外一个因素呢 是美国上个月的上个礼拜的原油库存减少了720万桶 那么原油库存减少 当然就是供给减少需求增加 所以这些都是对于推升油价的比较相对利多的消息 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黄金 黄金呢 在前一天呢 突破了1盎司1800美元之后呢 昨天就出现了大量的获利了结的卖压 最后呢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20.6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变成了1779.90美元 跌幅1.14% 所以短期上来看的话呢 1800美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关卡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元指数 下跌了0.24个百分点 来到97.115 接着我们看的是欧洲三大爪股市 都是下跌修正 英国金融1800的股价指数 下跌了11点跌幅0.19% 德国法案科夫指数下跌了50点 收盘指数12260点跌幅0.41%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了9点 跌幅0.18%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 是全球的制造业 那么从PMI指数 采购进人指数 当然全世界主要调查的是 IHS Market公司呢 所做的调查 而美国呢 大家比较重视的呢 是这个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呢 所做的PMI调查 那这些都是属于最领先指标 因为他去访问第一线的采购人员 你对于未来的采购布局如何 可以看得到景气上面的一些讯号 那么在最新公布 因为每个月月初7月1号啊 每个月1号的时候呢 IHS Market公司就会公布各地的调查结果 那么全球的制造业明显的看到 景气上面止跌回稳 那么这里面呢 美国跟英国甚至于回到了50之上 就景气融枯线 50之上代表扩张 50之下代表着衰退 好回到了50之上 美国跟英国 那么欧元区呢 也回升 虽然说呢 没有达到50 但至少都是回升 而亚洲呢 普遍性的回升 这里面呢 中国大陆 越南跟马来西亚 甚至于回到了50之上 好我们具体的来看呢 美国的这个ISM公益管理协会的数字显示 7月份的数字呢 已经回升到了52.6 这比预估值的49.8来的高 而且也比6月份的数字明显的回升 而且回升的速度是1980年8月以来的最快速的回升 欧元区的部分呢 也从6月份的39.4要升到7月份的47.4 比出估值要来的更加的表现良好 而且明显的从不到40 然后到了47.4 所以虽然还是处于50之下的衰退期 但是呢回升的速度相当的快 至于亚洲区的部分呢 日本南韩台湾还有印度跟印尼都明显的回升 虽然没有达到50 但是呢回升的速度也都相当的快 甚至于包括中国大陆 马来西亚跟越南都已经回升到了代表扩张的50之上 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各地的这个PMI指数 所看到的这个未来的可能半年的经济前景 好不过呢疫情仍旧是有它的压力在 那么首先呢是美国的ATP 它是属于民间处理薪资的这些公司 薪资单的这些公司 所以他们其实拥有第一手的资料 可以知道每一个月它的就业市场的变化 那么根据呢美国ATP公司呢 所公布的上个月的非农的新增就业人数 达到了236万人 虽然比预估值呢要来的第一点 可是呢因为它同时调整了5月份的数字 5月份的数字呢从减少250万个工作机会 变成增加306万个工作机会 这修正幅度非常的大 那6月份呢所以虽然没有增加到预估值 可是呢因为基础变得很高 好这个呢都算是相对利多的消息 而另外呢是纽约呢为了谨慎 所以它的解封的这一个 这个这个措施呢稍微的放缓一点 原定7月6号要开启的经济重启的第三阶段 那么这里面呢其中包括了要开放室内的用餐 但是因为全美的疫情越来越严重啊 那到目前为止昨天的新增的人数 47000人再创历史新高 所以纽约市呢宣布延后开放室内用餐 但是呢第三阶段的室外用池跟公共海滩 仍旧如计划的7月6号来开放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国际货币基金呢 他预测亚洲今年呢将会出现衰退1.6% 原本4月份的时候他们预测是零成长 但现在呢可能进一步的是衰退 这会出现那么所有人有生记忆以来的首度负成长 因为几乎所有的人大概呢上一次的负成长 在这个恐怕呢都已经是不负记忆了 好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美之间 那么美国呢昨天呢宣布认定呢 华为跟中兴威胁国安 所以呢禁止企业利用政府的基金 向中兴电讯跟这个华为呢采购设备 好这就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声明发布 那这个消息呢当然其实中兴跟华为没有太大的反应 不过他影响的其实主要的是美国的一些乡村的这一些电信网路啊 根据乡村无线协会的法务长呢 他们表示这个声明呢意味着美国会有非常多的小型的电信商 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这个维修或者是更换零件 所以最后呢会被迫关闭所有的这一些通讯啊 所以呢后续的影响尤其对中西部的影响 其实呢是值得关注的 而另外一方面呢 英特尔昨天呢宣布啊 就是传出来的消息 英特尔呢那么决定呢 因为美国的法律的限制的关系 所以呢那么决定停止供应 中国大陆伺服器的龙头浪潮 它的这一个晶片 那这个呢让让这个浪潮的股价呢一度跌停 浪潮其实已经被列为美国列为管制出口的清单 英特尔呢在接受媒体这个采访的时候说呢 这一个断货断供啊 这个停止供应呢 是只是暂时性的只有两个星期 但两个星期之后 英特尔能不能突破美国的法律限制 而继续供货呢 对浪潮来讲影响很大 如果浪潮没法取得英特尔的晶片 又能不能够取得替代性的晶片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的一个重点 好另外空中巴士呢 昨天宣布全球要砍一万五千人 航空业旅游业的不景气呢 向上延烧到了飞机制造业 包括了空中巴士跟波音呢 那么都全球裁员超过一万人 不过呢快递联邦快递呢 倒是传出了营收的好消息 那么VDEX啊 联邦快递呢 上一季的营收174亿美金 这比预期的要来的好很多 虽然跟去年同期相比还是衰退 但是呢已经比预期要来的好很多了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呢 日本央行呢 公布第二季的制造业的信心 那么短关报告里头 就短期的观察信心报告里头呢 那么日本第二季的制造业信心 仍旧在继续的衰退 而且跌落到了11年来的新低 所以日本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呢 恐怕注定衰退 而且衰退的幅度 还会比第一季更加的严重 好另外呢我们来看到的是 那么中国大陆的股市呢 昨天呢在这个深圳中小的带动之下 这个上证指数呢 是突破了3000点 那么收盘指数上涨了41.31点 收盘指数3025点 涨幅1.38% 那深圳城市呢也上涨了120点 收盘指数12112点 涨幅1.01%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125点 涨幅0.52% 好回到国内的部分 那么这个包括Market公司所公布的 台湾的PMI采购进人指数呢 是上扬的 那不过呢Market公司的调查里头呢 我们的制造业仍在50之下 那么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调查也是如此 那么包括了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以及非制造业 就通常是指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呢 都出现了回弹 而采购经理人指数当中的制造业呢 来到了47.2 虽然还没有到景气融合线50之上 但是呢回升是很明显的 但非制造业的部分呢 则是看到了这个报复性的这个旅游啊 还有报复性的消费 所以呢一口气回升到54 那么回升的幅度就更大 而且是站在了扩张值 那么昨天呢 这个是下半年的第一天 台北股汇市双涨 这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汇市啊 汇市昨天持续的 在盘中大涨 那但是呢这个央行呢 出手干预呢 这一次没有把它由升转变 但是小幅的升值4.8分 来到29.612 目前为止呢 这一个资金的热潮 仍旧是相当的亮丽 可是呢这个中华经济研究院 中华征信所所调查的 去年5000大的企业 那就它的盈域营收来讲 其成长率创了新低 这些都是基本面的警讯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去年转变 去年转变 了解 去年转变 再来 去年转变 感谢观看